这些说好了要讲光道那就讲讲 光道是一个很神奇的卡组 可能你想拿太阳能堆目 然后一个太阳能进去 两个太阳能出来 当然有概率是出到了首排 不过大部分都是出到了目的 不得不说这玩意和魔法卡的相信实在是太好了 只不过你硬说它是个独立的卡组吧 又不太对 国际府有一套纯光道 曾经一回合把自己卡组25张扬完 你不对吧 你启动不了 你对了吧 你排库顶不住 七一下没了裁决龙 两下没了根源龙 三下连个光芒龙都随他而去了 就剩个大天使能用 结果一看三张莉莉不知道啥时候也进去了 手里两张富瑞还对着我笑 一瞬间就顿悟了 原来我是个小战 好呼好呼呀 所以通常光道都是冲灯一个挂剑 毕竟纯光道太伤了 常见的比如说老魔登哥 我老婆莉莉都是穿插在各种卡组里 不过鉴于是同调时代的卡 国父就没出 配合的比如说是光道白龙 社长领着身穿洁白婚纱的老婆走进婚姻的殿堂 然后这婚姻的殿堂还挺别致 门口还立碑还烧纸钱的那种 物理性质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这太常见了 白嫁就跟年道卡组最上面一样一发动效果准备器 这才发现原来登哥是个病骄 我才是你真正的白嫁 不不不您这是败家呀 还有某水世男子在一个夜晚 背着玩意带着两张钳支书卷款而逃 场景一度降级了明场面 某男子的开局减八千 所以这个体系堆目是很强 至于强度呢就很耐人寻味 我在国际服把这玩意搭配月光队 就是那个一回合能叠出来两只大罪猪 技能带祸谱白兔谈魔线 能调大天使的纯荣和卡组 次次把我黄鼠狼气了之后我就懵了 为啥没出发黄鼠狼效果 一看三张月光融合全进分离了 综上所述国际服的光道很强很有趣 很百搭还有很迷 这点也完美体现在了国服的国服的光道啊 我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我国际服的那一套吗 一回合除外一张这么大天使 融合出抗星怪 这不过月光大姐 但如果把这个额外加张超亮 我将称之为绝杀啊 可惜加不得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更熟悉的啊 是目的的那三张融合 所以强度可想而知 一套和国际服卡组相似的 那强度也不会弱 但与之对应的是昂贵的造价 就是这个抽这个三轮 这个抽他两轮 这个科满三 这个三轮 这个抽 扭了吧 一个卡组几个盒 还都是优啊 卡组自身就带着一种高贵的气息 这还是光道的主卡没放出来 莉莉登哥才绝都没有 毕竟这卡要么是同条 要么就是设定不符合什么设定 你看这新包出的新卡都有什么特点啊 光道是龙王猫咪 沃里克死哥星妈啊 还有亚索 魔法卡是玉璧 还有剑山创幻想箱 所以国服的游戏王 除了游戏王的特色 基本什么特色都有 像这种能用来说书的卡 太游戏王了 策划我自己都看不懂 那不能出 于是现在就这样了 所以国服的操作相对都比较简单 毕竟你出个魔导女孩那种效果 读起来跟个出师表一样 基本没玩过游戏王的策划 肯定是看不懂的 所以这类卡你就别想了 现阶段这卡组拥有当前最强单 结一回合除外一张进了坟 还能苏生拉回来 另一边是当前常见的最强大哥 马其马 注意这只能招出来的最强 用五个魔导女孩召唤的那个不算啊 外加上绿枣球升级版能炸梁 寿侠那边自己组自己创 完了直接上网 不过鉴于这道卡 大部分人包括我都组不起 所以比起怎么组 更应该在意怎么防 天罚无敌的丧失记忆 监斗车是不是你还能破坏一下路过的监斗 岂不美哉 守目表示被针对习惯了 你们随意 这都是必然的牺牲 简单来说 新环境给人的体验还是不错的 甚至远古遗老吸血鬼都能钻出来 稍微再打上那么一打 系统崩溃 虽然带的人不多 但却起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作用 机甲多了 带这张卡的人就多 带的人多了 机甲就少 少了就觉得崩溃卡手 带的人就少了 少了之后机甲又多 时间一长啊 机甲的数量就被巧妙的控制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数量 我也加上限制表的发幅 况且这玩了俩月的坦克了 很多人表示真是玩兔了 各个卡组又开始了微妙的相互制衡的现状 所以还是亲狗的那一句老话 想深入了解游戏王国服 你不止得排挤了的 还得精通社会学和世界经济学 这次用社会学调整环境高 果然国服策划除了不会打牌啥都会 不过这次环境调整之后相对的玩家游戏体验是有所提升的 为接下来的英雄的登场做了一个不错的铺垫 为加上即将新到来的GX会有不少玩家回归 不难看出啊 只要GX的福利充足 国服是有望救回来的 而在GX之前玩家可以用来攒宝石的活动 毫无疑问就成了 国服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至于这是转折点 你还是玩成了骨折点 嗯那国服且行且真系吧 别到最后狗都尖狗都比你会做策划 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这里也感谢一下狗头 一直以来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 既然攻略像已经有那么多人给出优质答案了 那么我不如在这之上更多的给大家带来开心 结果就是部分玩家认为我是个不打牌的云玩家 我虽然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玩家 但是我也在尽力保证我的视频内容 不会导致玩家磕出没用的卡组带来不好的体验 为了上一期尖狗兽卡组的视频 我就在科了1100的基础上调试卡组六个多小时 每期的阴间卡组视频更是要一依测身的一个个 成功率可怜的数套卡组 尽可能的不去误导各位 所以还是非常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的 希望今后还请继续见证这个菜狗up的成长 好了我是青狗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